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5月17日 星期五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討論有公屋住戶 門部自己擁有住宅物業 即是又有公屋 又有私樓 下場是怎樣 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討論有隻怪物 據報在網上有多段所謂放蛇的影片 即是打擊那些白牌車 即是坐Uber去到終點目的地時 就說你死了 你開Uber 現在我就告發你 說得好像警方行動似的 不過警方又澄清不是警方的行動 是誰這樣做的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也討論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有機 事不宜遲 先提提你的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鴨利州村公屋住戶是門部自己擁有住宅物業 被判緩刑和遭到收回房儲單位 報導的內文提到 鴨利州村一名公屋居民 因為虛假陳述沒有擁有香港的住宅物業 星期二 5月14日被判監禁緩刑 火柱發言人在昨天提醒所有公屋居民 必須如實申報入息和資產 儲方已向有關的租戶發出遷出通知書 以收回公屋單位 據報這個居民在2022年填寫入息和資產申報表時 申報並無擁有香港住宅物業 其後調查發現 那個居民按發時 全權擁有一個位於荃灣的住宅物業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據報相關的被告被判監2個月 不過緩刑12個月 另編商亦說他門報自己在荃灣有物業 不過在2022年填寫的新報表時 就說自己在香港沒有樓 其實現在在香港地有物業而被調查出來 是相對容易的 另編商內地有物業那群 也是下一個階段調查的目標 最新情況 鴨尼州村的公屋住戶 因為門報香港有樓 結果被判囚 不過有緩刑 另外相關單位是被收回的 另外亦說說這宗怪物 話說網上有多段放寫影片曝光 疑似打擊白牌車 警方有回應 就說不是警方的行動 也未有拘捕或發出告票 報導幾日文提到 網上昨天封傳多段懷疑放寫打擊白牌車的片段 看到有人遭用私家車 抵達啟德郵輪碼頭的時間 就表示轉交警方採取行動 其中一個片段的乘客就說 在賓士尾後面下落 不過司機你等等 阿Sir過來招呼你 另一條片就說你中了 駕駛Uber 糟糕的 司機一念錯愕 忘言地說 蛤? 這樣說 從網上的照片和影片可見 多架私家車是被警員截停 涉案的司機下車坐茶 警方回覆查詢的時間表示 相關事件並不是警方行動 據了解事件涉及7輛車 警方登記涉事司機的資料過後 並沒有作出拘捕或發出告票 警方現證調查事件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據報網上由昨天開始 有多條這樣的放蛇片段 在說放蛇打擊Uber那些白牌車 不過那個人不是警察 而是說你來到這裡正確 等一等 前面阿Sir就會來跟進 加上啟德郵輪碼頭 通常的位置可能有警員住手 不知道 結果有7輛的Uber車被人叫過來 這個啟德郵輪碼頭 並聲稱是放蛇 抓他們開Uber 不過警方回應 這個行動並非警方的放蛇行動 另外亦說到沒有人被捕 奇怪了 誰走去放蛇的呢 有甚麼權力放蛇的呢 有網友思義是否的士司機 另邊商亦有AM730的相關報導 說到相關片段 原來是由的士司機自發放蛇 厲害 猜不到是的士司機做的 當中就說有聲稱是的士業界的人士兼 行動發起人就表示 因為白牌車搶走我們很多客人 所以決定在昨天下午4時 在觀塘郵輪碼頭 進行我們的放蛇行動 來打擊白牌車 希望警方配合我們的行動 將白牌車承之於法 維護香港法治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相關的士司機也認了 是的士業界自己做的放蛇行動 相關片段在網上惹來熱話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不妨劉果然聊聊天 另外也提及各大本地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警方在石結尾大坑東村 接獲22歲的內地男子 揭發他身藏4萬5千元的毒品 立即拘捕人 報導內文提到深水埗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 根據情報和深入調查 在昨天在區內截開反毒品行動 在大坑東村截查一名可疑男子 並在他身邊檢獲約摩40克 懷疑可卡因和綠安彤 即是K仔 市值約4萬5千元 人員於是涉嫌販毒 拘捕這名22歲的內地男子 他現證被扣留調查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22歲的內地人在大坑東村疑似混毒 令哪一箱案件跟進中未知背後還有沒有其他人 另外也說說這件事 根據網媒新亞奇的報導 港女質問內地人是否不懂得說麻煩 不快的經歷惹來多人道明 就說會用一招來對付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近日有香港的女生 在社交媒體上發貼文 就指那些大陸人真的很沒禮貌 第一句就說 內黑在哪 我回答他 我不知道 他是皺眉頭走 很生氣 問野會否加句請問或不好意思離開頭 從子女行間已經能夠感受到女生當刻的心情 從他的鐵文發布後 船隻引來熱烈討論 更有不少人分享類似的經歷 留言說 我更厲害 經過他一下子扯著我手臂 拉停著我 問我我 冠軍那間店鋪在哪 那時很善良的我 未懂得他們那些超難聽的譯名 就回答不知道 但也想幫他Google一下 接著他們下一秒就笑我 不懂冠軍這個他們以為的名牌 笑著我這樣走人 另一邊商也有網友說 他們是這樣的 沒有開場白就算 就算告訴他怎樣走 他們都是這樣走開的 一句麻煩也沒有 也有網友說 他們經常用的開場白就是這樣 試過尖沙咀大聲問我 K11在哪 我問他們是哪間K11 他竟然發爛爛話 我怎會知道 我回回他 我又怎知道 然後馬上走 而有網友說 面對沒有禮貌的遊客 自己通常都會答 不知道 但到後來發現他們變本加厲 但到後來發現他們變本加厲 於是會再用絕招 留言說 一般來說我會指反方向 亦都說這些沒有禮貌的人 一定要點他 走反方向來對付他們 讓他們走久一點 不過亦都有網友說 他們根本不知道有這件事 這位網友就說自己是做零售行業 對方問他有沒有折扣 他就說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折扣 然後對方回答 有甚麼不好意思 那這位網友覺得 他們理解的不好意思和我們很不一樣 以上來自網媒新假期的報導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未必每個內地人都是這樣 有時候都會遇到有禮貌的內地遊客 問到路的時間 曠仔也會給他一個正確的路 不過看來有些網友很生氣 因為接二連三 都遇到一些沒有禮貌的內地遊客 麻煩有沒有聲音 抓住你手臂 問你那件事在哪裡 你不知道他會笑你 這樣也可以 不知道各位網友有沒有遇過類似的經歷 不妨劉過言聊聊天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